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老人转回身,静静地望着丁浅,似乎想通过他脸上的表情研究出什么 老人缓缓开口说 你是怎么会怀疑到我的 因为我发现那个要把我推下月台的人并不是自杀设计者 自杀设计者 这个名字听上去挺有意思 老人老有兴趣地评评着,顿了顿,又问丁浅 你怎么发现他不是,他差一点就杀了你 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丁浅承认 但是他用的却不是自杀设计者的手段 自杀设计者故意隐藏自己的一切特征 而他无论是身体还是性格上却漏洞排出 设计者不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老人眯封起眼睛来 这么说,你对设计者很了解 碰巧我是心理医生 对他的手段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先选择好游戏参与者 强迫他们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画迷宫画 并不断地观看完全自杀手册 其实是利用了巴普洛夫条件反射与席德性无助 两种饰演组合的一个自杀模型 说得好 然后呢 设计者就是通过这种高超的心理学手段 诱导被害人自杀 把谋杀转变为自杀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完美地隐藏自己 但由于自杀游戏本身设计的需要 设计者需要与被害人直接接触 以便于控制 反过来说也是冒险 必须提防被害人 可能采取任何反抗 因此设计者采取了一系列 谨慎周密的手段 其中就包括 隐藏自己一切可识别的特征 让那些参与者只能见到一个 戴着恐怖面具 高深莫测的鬼妹 而对于自杀者之外的人来说 他几乎成功地把自己 做到成一个近似于虚幻存在 不过 在你与我假扮的汪连霄接触时 你却暴露出了一些特点 颇脚走路 明显的体抽 甚至你可能还攻腿走路 保持跟那个男人相近的高度 我虽然看不到你的长相 却牢牢记住了你的身体特点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怀疑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这其实是你故意布置的全套 你早就识破了我是假汪连霄 你不动声色 将计就计 有意露出破绽 让我误以为 设计者患有重度糖尿病 接下来第二次见面 你把见面地点选在下班高峰期的地铁站 看似冒险至极 其实你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你把我们警方的事件 全部转移到了假设计者身上 这才符合你一贯谨慎狡猾的风格 虽然不是一起自杀 但这个借刀杀人的计谋 比你之前设计的自杀更加巧妙 老人面露红光 似乎觉得丁钱在夸赞他 微笑说 这么说你都看明白了 那不分吧 我猜那个患糖尿病的男人 其实是你控制的另外一个游戏参与者 对吗 有点意思 继续 你故意伪装出 他有颇脚和体臭的特点迷惑我 所以我来到地铁站之后 才能在人群中立刻认出了他 反过来说 你肯定也对他施展了同样的手段 故意在他面前暴露出一些我的特征 让他误以为我是自杀设计者 比如说你之前跟他见面 穿的就是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 你个头也不矮 伪装我的身高不算困难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特征 然后 你也约这个男人来这里与你见面 这样一来 我们两个被蒙在鼓里的参与者 按照你的游戏设计 同时在地铁站相遇了 我们认得彼此的特征 想找到对方是早晚的事情 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两个都误以为对方是自杀设计者 就在误会中开始了对决 而你只要领着孩子站在一旁 静静欣赏你的游戏成果 就OK了 老人笑而不语 但我还有个疑问 那个男人要杀我 也是在你计划之中吧 是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先让他恨你 恨我 你知道他叫什么 是干什么的吗 他叫刘希全 宣武区安建局的副局长 有权有力 有社会地位 就这样一个人 就有一项特殊的兴趣爱好 挤地铁 放着单位配的轿车不用 偏要挤地铁上下班 你觉得 奇不奇怪啊 丁静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远处依然昏迷的男人 听上去蛮好 这样当官的可不多见呢 是啊 听上去是蛮好的 如果他挤地铁 是因为连接到还好说 但他的兴趣 可不在于此 老人说到这里 显出几分嘲讽之意 他还很喜欢 趁着拥挤的时候 凑到小姑娘身边 开点油 看到穿短裙的 还喜欢用手机 偷偷拍人家的裙下风光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 怎么能控制他呢 我掠食小记 就弄到了刘细全的手机 还跟踪他 给他在地铁里 闲猪手石拍了照片 有了这些把柄 我让他参加我的自杀游戏 他怎么敢不听呢 而且他还幻想着能赢我 赎回他的手机和照片 只不过 我对待他的策略 和别人稍有不同 我对待其他人 他们的把柄 只是我利用的工具 但我从来没有 真正曝光过 不过 对刘细全不一样 我把他那些 见不得人的秘密 邮寄到他的单位 和纪委那里 他现在已经被停职 好像他老婆 要跟他离婚 我估计着 他这后半生 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丁浅感叹说 他肯定恨痛我了 难怪非要把我弄死不可 而且 我也想到 他会把你推下月台 让列车撞死 这本来就是为你设计的 自杀方式 只是你太强了 想让你自杀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时间有限 只好借刀杀人 勉强也能凑输 丁浅一激励 打了个寒阵 你怎么做到的 你不是说 我利用心理学杀人吗 难道 还没有想到 原因 老人 用好胜的目光 瞧着 丁浅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